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说核动力潜艇是比一般潜艇要强 但是作为常规潜艇039B也不弱 不仅仅是因为在服役数量上 就连它的潜海能力以及护航能力 都是核动力潜艇无法满足的 中国的039B型潜艇是一款新研制的海上作战武器 这款潜艇和世界上的常规潜艇相比 是一种比较顶端的存在 也是中国众多潜艇中不可替代的 039B型在最近才被暴露出来 它是一款攻击型的潜艇 这款潜艇的外形也与一般潜艇不同 它的外观主要是水滴线型 在这个外观上改得最大的就是指挥塔维壳 对这种改进是有一定目的的 因为在潜艇下潜时会产生巨大的阻力 所以这种改动能够减少潜艇下潜时产生的涡流 而减少阻力 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这款潜艇的安全 除此之外 为了降低潜艇带来的噪音 还在潜艇上扑出了大量的小音物质 以及安装了一定的降噪装置 除了在外观上 039B的内部动力是最重要的 它采用的是最新型的AIP系统 这种系统在经过改装之后 它的最大功率可以达到163千瓦 这么大的输出功率 使得039B型 在水下缓慢的航行时都能够得到支撑 而且这种系统的安装 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减少噪音 在中国的潜艇中 039B可以说是主力 而且像这样的系统的潜艇 在世界上它的整体实力还是挺不错的 因为它的战斗力提升了数倍 所以这种系统的潜艇 还可以和世界上第四代潜艇有得一拼 当然在这几年中国的海军投入也特别的大 所以实力上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因此也有人表示 中国在海军这方面的实力 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果未来中国的潜艇上 使用了大量的量子技术 那么中国的这些常规潜艇 将会成为海上不可缺少的力量和存在 好了 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视频素材源自于网络 由老兵兽武器剪辑完成 我们下一期再见